北宋年间 在兰州府天池县 曾经发生了一件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件 有着大善人之称的陈明书一家 108口人 惨遭灭门 就连府中的牲畜也不曾幸免 在当时闹出了不小的风波 而故事还要从距离天池县 13公里的田园村说起 田园村背靠青山 村前有着一条小溪 而村民则是以打猎 种田为生 村子最东头则是刘存 与妻子秀莲的住处 刘存身形高大威猛 是村子里最厉害的猎户 秀莲长相甜美 心灵手巧 做出来的秀帕精美无比 夫君 你有后了 这两日我总觉得不舒服 就去王大夫家瞧了瞧病 王大夫诊断后说 我有喜了 秀莲一脸羞涩地说道 刘存听到这个消息后 激动地将妻子抱起 真的吗 太好了 我终于要当父亲了 因为高兴 刘存这几日只要出门 逢人便说 自己要当父亲了 而村里的人也都替他开心 纷纷拿出一些好的食物送给秀莲 有心推托 但耐不住乡亲们热情 秀莲只好将这些东西收下 因为刘存对乡亲们非常好 如果打到野猪这种大型的猎物 就会分给每家每户 而且要是村里的人遇到什么难处 夫妻俩更是二话不说 倾囊相助 前段时间村长家的孩子高烧不退 需要一味药草 这样的药草只有悬崖边才有 危险无比 而且当天下着大雨 进山无疑更加危险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刘存站了出来 前往山中采药 回来的时候遍体鳞伤 但孩子的命保住了 这日刘存列了一只野猪回来 将村子里的人都喊了过来 乡亲们 谢谢你们这段时间 对我跟秀莲的照顾 我这就给大家分肉 慢着 就在这时候 村长站了出来 刘存啊 这肉我们不能要 如金秀莲有洗了 需要各种补品 你不如将这野猪带去县里卖掉 给秀莲换些补身子的物品 村民们一听 纷纷附和 觉得村长说得对 野猪肉不论在哪都是稀罕玩意 能卖不少银钱呢 刘存也不懂这些 看着乡亲们的模样 只好做吧 夫君 我与你一起去县里吧 你不懂叔叔 卖出去的东西也不知几何 行 那就劳烦娘子了 只是你如今有了身孕 舟车劳顿的 会不会太辛苦 无妨 谢夫君怜惜 我这才刚一个多月 不碍事 刘存推着一辆车 将野猪放在上面 本来想让妻子也坐上去 但是妻子执意要跟他一块走 便只好作罢 等到县里的时候 已经赏五十分 巨大的野猪 很快就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哇 这野猪好大 怕是值不少钱 估计要被陈家买去了 过两天 便是陈公子的成年礼 一直在为野猪肉发愁 行人不断传来议论的声音 夫妻俩刚在路边停下 就看到一个有着八字胡的中年男子 急匆匆跑来 看到这硕大的野猪之后 双眼一亮 壮士 这野猪我买了 是陈管家 来得真够快的 人群中传来议论声 而留存听到有人将他整个野猪都买去 也有些意外 我也不欺诈于你 这野猪我按照市场价高一倍买 二十两文银如何 按照当时的市场价 这只野猪卖十两是没有问题 而二十字是超出不少 夫妻俩都非常高兴 只是我也搬不动 还请壮士帮忙送到陈府 倒是小事 刘存接过银钱 与妻子都十分开心 两人刚走到陈府门口 就看到一个衣着华丽的男子走了出来 那双眼睛盯着袖帘看个不停 陈管家 这两位是 少爷 后天是你的成人礼 刚好看到一头野猪 便全部买了来 好 等你忙完之后 过来找我 老地方 我有事情交代于你 是 少爷 将野猪一路扛到厨房 夫妻俩这才离开陈府 有了银钱 刘存不仅给妻子买了发簪 还买了白面等一些吃食 一直到傍晚时分 两人才返回家中 夫君 有你真好 哎 娘子 今天真是让你受苦了 舟车劳顿的 嘻嘻 我喜欢与夫君一起 不苦 半夜时分 屋外传来脚步声 刘存瞬间睁开眼睛 套上外衫 走出房门 就看到一道黑影鬼鬼祟祟 在看到他之后 急忙朝着外面奔去 刘存追在后面 但是对方的速度竟然与他不遑多让 短时间根本追不上 此时距离村子已经有一公里左右 黑衣人停下脚步 嘲笑道 果真有勇无谋 随后 刘存便听到村子里的狗肺之声不断响起 意识到了什么 急忙往回赶 等到回去的时候 自己房门外围了不少人 房门大开 刘存 你可回来了 秀莲不见了 什么 刘存大惊 暗恨自己大义 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之计 我们在村里找到了这个 村长拿出一个木制的令牌 上面写着一个臣字 这东西他今天看到过 臣家的家丁 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 谢谢诸位父老乡亲 等我回来 说完朝着县里奔去 而此时的秀莲被一盆冷水泼了醒来 看着眼前的华一青年 心底十分害怕 你是谁 快放了我 否则 我夫君会对你不客气的 好一个漂亮的小娘子 今日一见便让我无法自拔 晚上派人将你结了回来 此人正是陈府的公子 陈丽 这里乃是一处地牢 除了秀莲之外 还有另外五个女人 有的奄奄一息 有的昏迷不醒 今晚 就让我们好好玩玩 说完拿出一条皮鞭 此时的刘存 已经来到了陈府的大门口 不管他怎么拍 大门纹丝不动 无奈之下 只好跳墙进去 只是刚一进去 就被府中的恶犬钉上 一瞬间 陈府灯红通明 数十个家钉将他围住 有贼人 将他拿下 刘存虽然打猎是一把好手 但是这些人都是会武功的护院 他不敌 很快便被制服 被人扔到了柴房 第二天 他被带上了大厅 陈老爷喝着茶 冷笑一声 将他送去官府 我妻子在何处 刘存咬牙切齿 你妻子 我们怎么知道 旁边的管家喝赤道 昨日将我妻子劫走 你们留下陈府的令牌 告诉我 我妻子在何处 刘存仿佛是一只受伤的野兽 咆哮道 陈丽 又是你干的 陈老爷皱眉 爹 那女人太甜美了 而且味道十足 我没忍住 不是说让你每次处理干净点 不要留下把柄 真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哼 你迟早有一天 死在女人身上 管家 既然她想看看自己的女人 我们带她去看一眼 也许是最后一眼了 随后带刘存来到地牢 此时的秀莲被挂在架子上 浑身清紫 奄奄一息 刘存双目流出血泪 想要挣脱 却没有丝毫作用 而秀莲也感应到了什么 努力抬起头 看到眼前的丈夫 带着一丝歉意 夫君 我对不住你 孩子 我没能保护好 说完便晕了过去 秀莲 秀莲 你不要睡 快醒醒 你一定要活着等我回来 我一定会救你的 好了 人你也见了 来人 将她丢在山上喂狼 这小娘子可真够烈的 反抗了一晚上 陈丽吩咐手下 而此时的流存 仿佛失去魂魄一般 如同行尸走肉 被人拖出了陈府 陈府门口 排着长长的队伍 竟然正在给路过的难民失周 陈老爷更是亲自掌勺 陈管家 刚刚我说的那几个 晚上派人抓回来 送到我房间 明日送去迎春楼 能卖不少钱 是老爷 随后便回到了陈府 路过流存身边 看都不看一眼 将流存拖到山上 两人直接将其扔下悬崖 赶紧回去 趁着那女人还有一口气 少爷可真是好人啊 什么事都想着我们 或许是命不该绝 流存摔在一棵树上 有了树木的缓冲 并未身死 而正在采药的王大夫 听到动静 赶了过来 看到流存后大惊失色 他本就年迈 自然无法将人拖回去 于是放下手中的药草 急忙赶回了村里 喊来了七八个人才 将流存拖了回去 只是流存仿佛是 一心赴死一般 迟迟不醒 王大夫束手无策 最后还是王大夫的女儿 无意提到秀莲 他才有了一丝动静 看到这样 王大夫立马说道 清云 继续 说秀莲 清云不断重复秀莲 流存终于是睁开了眼睛 刘大哥 你可散醒了 王叔 谢谢你 只是我已经不想活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秀莲呢 刘存将事情说了一遍 再次闭上了眼眸 王大夫和清云气的浑身发抖 这群人面兽心 猪狗不如的东西 迟早有一天 会有人收拾它们 刘存 你要振作起来 秀莲 还在等你 你一定要将它救出来 这时候 刘存仿佛打定了什么主意一般 低声道 王叔 我知道了 你能给我一包蒙汗药吗 好 我这就帮你配 刘存活动了下自己的身体 他身体本就强悍 只是心如死灰 才不愿醒来 下午的时候 他带着一包蒙汗药 再次回到了陈府 此时的陈府热闹非凡 张灯结彩 陈公子今日可是成年礼 他溜进了陈府 等待时机 宾客都走了 到了晚饭的时候 他溜进厨房 将一整包蒙汗药 分别放在不同的食物中 随后藏在了阴暗处 他将身上抹了一层药草 那些狗根本闻不到他的味道 这是他打猎的本领 一直到半夜的时候 他才走了出来 此时的陈府静悄悄的 来到地牢 看到了朝思夜响的妻子 他双目无神 浑身上下沾满了污渍 他抱着秀莲痛哭 娘子 对不起 让你受苦了 秀莲双目回过一丝神采 想要伸手抚摸他 四肢早已无力垂下 竟是被人活活打断 夫君 临死前 见到你 真好 我也无憾了 我们回家 回家 他将妻子捆在身上 拿出那柄早已准备好的柴刀 逢人便砍 将他们的头颅堆在一起 最后才走到客厅 此时的陈老爷与陈丽 因为吃得比较少 已经开始慢慢苏醒 睁开眼看到眼前的人影 两人大惊 你想要什么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们可曾想过这一天 陈老爷 失去至亲的痛苦 你便亲自尝尝 说完一刀砍掉了陈丽 随后走到陈老爷面前 下辈子 做个好人 他背着妻子 回到了自己家 找到王大夫 王大夫看着眼前 已经不成人样的秀莲 老泪纵横 刘存 秀莲已经去了 你 节哀啊 王叔 将来若是要回我的尸首 请将我与秀莲葬在一起 你要干什么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明日便去衙门自首 刘存晚上 用手挖了一座坟墓 将秀莲放了进去 秀莲 你要等我 很快 我就会下来陪你 只是 他没有注意到 一根银针扎入他的后颈 让他晕了过去 第二日 臣府的血腥味吸引了不少人 当打开门的时候 看到一百零八个尸首堆在一起 所有人都到西一口凉气 官府的人 很快就将这里围了起来 多大的仇 多大的怨 这也太狠了 不少人议论纷纷 此时的流层 已经来到了县衙 敲响了门口的骨 和人机骨 草民王庆 所谓和事 陈家一百零八口惨案 速速到来 慢着 突然 一道人影 从外面窜了进来 速度极快 看着跪在堂前的王叔 苦笑道 王叔 你这是何必呢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不会牵连任何人 哎 刘存 你并无措 我年龄大了 也没多少年好活了 大人 王叔年纪大了 想也不可能做出那种事 灭陈家满们的人 是我 刘存将自己的遭遇 说了一遍 县令沉默了一会儿 你若走出衙门 我便当你们今日不曾来过 大人 我已做好了 赴死的准备 总要有人给世人一个交代 县令沉默了一会儿 师爷 让他画鸭 明日五十三刻问斩 就在这时 一众衙内抬着好几个大箱子 走了进来 大人 我们在臣府搜查到一些东西 关系甚大 还请大人定夺 县令将箱子打开 足足五箱子的金银珠宝 还有一箱子 乃是一本又一本账册 里面记载的并非生意的账册 而是这些年来贩卖人口 以及残害良家的记录 畜生啊 本官眼皮底下 竟然还有这样的恶魔存在 大人 不好了 不好了 有一群刁民正在往衙门内冲 县令急忙走了出去 一看 竟然是田园村的男女老少 齐齐跪在衙门门口 还请大人明察 刘存虽犯的罪责 但罪不至死 我们愿待他受罚 刘存看着外面的村长等人 眼睛也是一阵酸涩 苦笑道 村长 乡亲们 你们不该来啊 我已经没有任何的留恋 县令大人深吸一口气 回头看向刘存 你可还有什么心愿未了 本官可给你一日时间完成 多谢大人 我已无心愿 只是希望大人留我一句全尸 师爷 赐毒酒 一杯毒酒端了上来 刘存一饮而尽 乡亲们将他抬回了田园村 从此世间再无刘存 当地县令 也因为陈家的事情耿耿于怀 辞掉了官职 带着一家老小 隐居在田园村 住着的就是刘存曾经的家 北宋时期 在开封城外不远处 有个小宋镇 在镇子上有个王源外 宅新人后 乐善好施 但是前段时间 王源外生了一场怪病 一睡不醒 就连当地最有名的大夫都没有办法 而在小宋镇旁边有个乐山村 村里的人大都以种田为生 大家虽然没有什么钱财 但都知足常乐 为人更是淳朴善良 而在村子东边有一户人家 家里只有一个人名叫崔敏 说起这崔敏 村里的人真是又爱又恨 崔敏是吃百家饭长大 小时候十分善良 每个人看了都十分喜欢 但是随着越来越大 这家伙就会各种花言巧语 将村里的姑娘哄得团团转 这让村民都在提防他 省得一不注意 自家的好白菜就被猪拱了 崔敏也不在意 这就是他的日常 每天倒也过得轻松自在 这天崔敏准备去隔壁孙寡妇家蹭饭 结果刚走到门口 就被路过的村长给拉走了 崔敏跟我过来 有点事情交给你去办 无奈之下 只好去村长家蹭饭了 吃饭间村长说道 按照惯例 这个月王员外汇来视察咱们的农田情况 我想着让你好好招待 到时候给他做个录影 你的口才或许能给咱们村免除不少的租子 崔敏摇了摇头 不去不去 我只爱跟美女搭讪 难得没兴趣 啪 村长一拳敲在他的头上 虽然没用力 但是崔敏还是表现得十分委屈 村长 你竟然打我 我告诉村长夫人去 给我回来 你也知道村里前段时间闹了一阵鼠慌 大家的粮食一大半都被老鼠啃了 剩下的粮食如果再用来交租子 今年的冬天怕是都过不去了 行吧 那我去试试 我不敢保证一定会成功 但是我一定会尽力的 好 拜托你了 村长弯下了腰 给他郑重道谢 崔敏也决定了 不管用什么方法 都要让大家少交租子 如果有可能不交 才是最好的 虽然平时满嘴花花 但是做事的时候 他是十分认真的 到了中旬 王源外 还是没来 一直到月底的时候 村里来了一伙人 只是 并不是王源外 而是一个美妇 身后跟着几个丫鬟 旁边跟着王管家 大家都比较熟悉 崔敏早就在村子旁边等了许久 看到来人自然热情相迎 这位姐姐 好美呀 她惊呼了一声 美妇眼嘴偷笑 小家伙 你就是今天的录影 倒是会说话 给我介绍一下今年的情况吧 崔敏不急不慌地 介绍着村里的情况 时而摇头 时而叹息 中间总会夹杂着一两句花花 惹得美妇娇笑不已 姐姐 目前村里就是这么个情况 人人都不容易呀 王源外 按照原本的租子水准收租 姐姐 别呀 你看你这么美 人美心善 肯定见不得百姓受动挨饿不适 要我减免租子可以 甚至今年你们村的租子不交 也可以 但是 姐姐请说 只要是我能够办到的 一定照做 我有个女儿 跟你差不多大 到了婚配的年纪 我不想她外嫁 所以 准备招婿 而你刚刚的表现 我很满意 所以 你做我女婿如何 姐姐 这怕是不妥吧 我跟王小姐都没见过 管家 将租子再加三成 是 夫人 别别别 姐姐 我答应 我答应 早这样该多好 王管家 今年这里的租子就不收了 顺便给每户人家发一袋米 算是小姐的聘礼 是 夫人 催眠苦笑 对事情是办妥了 但是自己放弃了森林 得不偿失啊 看着美妇如此漂亮 想着她的女儿肯定不差 倒也不算太亏 半月后 准备好成亲 催眠苦笑 送走了王夫人等人 而村里的人听到这个消息 都十分兴奋 今年的冬日能过去了 真是太感谢催眠了 而催眠一个人独自忧伤 不一会儿村里的孙寡妇敲响了她的大门 催眠 你的事我们都听说了 怎么看你愁眉苦脸的 我的后半生啊 守着孙姐姐多香啊 要什么 王小姐 孙寡妇是村里最漂亮的女人 如今不过二十九岁 而且孙姐姐曾经也是大小姐 但是没人知道她是哪家的 当年被孙 哈哈 姐姐比你大九岁 你就不要想了 今天姐姐来是给你道别的 孙姐姐 你要去哪 丈夫死了 我准备回家了 这里也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事情了 若有事可以写信给我 只要你的事情 姐姐都会帮你办了 若是你再大一些就好了 孙寡妇有些叹息 催眠很不舍 这些年一直都是孙寡妇照顾她 将她当成亲弟弟一般 好 我一定给你写信 若是有一天你来开封 拿着这枚玉佩 来孙府找我 随后 她解下胸口挂着的一枚玉佩 还带着温热 孙寡妇走了 除了催眠没有惊动任何人 转眼间半月过去了 催眠迎来了娶亲的花轿 在村民的欢声笑语中 她离开了村子 尽管再不舍 但是也别无办法 怀中放着的是那枚玉佩 她贴身收好 其他的东西没有需要带的 她在村子离本就截然一身 不知不觉便来到了王家 催眠看着如此气派的府邸 心底也十分激动 此时的王家 已经坐满了宾客 王夫人正在热情招待 各种场面话应接不暇 只是拜堂的时候 催眠愣住了 这王夫人的女儿有些丰满啊 跟自己想象中的有些不一样啊 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 她只好硬着头皮拜完了天地 随后 王小姐被送往了洞房 她则是留下来与人喝酒 一直到傍晚时分 府中的人开始收拾残局 王夫人此时也走了过来 扶在她的耳边巧声道 晚上来我房里 给我捏捏肩 催眠心中一震 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岳母 这怕是不妥吧 你放心 整个王家都在我的掌控中 哪个敢说个不字 我觉得还是不好 毕竟传出去对您的名声不好 而且王老爷呢 死一个人 对我来说不过是淡指尖的事情 你好好想想 我先回去了 催眠心烦意乱 又喝了许多酒 一直喝得醉熏熏的 朝着王夫人屋内走去 此时的王小姐房内 丫鬟小翠说道 小姐 不好了 姑爷又被夫人喊过去了 喝 我就知道他不会这么好心 给我挑夫 我看是满足他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小姐 怎么办呢 脏了的男人 我可不会要 准备和离书 是 小姐 来到了王夫人的屋内 催眠的酒 一下子就醒了一半 看到床上一动不动的王老爷 王夫人此时从他的身后走来 小声道 你见到了吧 我家老爷早已一睡不起 虽然还吊着一口气 但命不久已 夫人 请自重 哥哥 你可真讨喜 但是今日喊你来 却是为了另一件事 什么 催眠心中有不好的预感 只见王夫人将王老爷推下床 活活将其掐死 然后撕开自己的衣袖 露出部分皮肤 大声哭道 来人哪 有人闯我间 对我不轨 府中的下人一拥而入 将催眠给制服 跪在地上 王夫人梨花带雨 看起来十分凄惨 夫人 这贼子该如何 先喊小姐过来 随后 王小姐和丫鬟过来 看着这一幕 急忙蹲下 爹 爹 你别吓我呀 你竟然残害我爹 催眠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啊 催眠露出震惊的神色 看到良女的嘴脸 想要辩解 但是王夫人肯定不会给她机会 将她关进柴房 等老爷的丧礼办完了再处置她 慢着 王小姐突然说道 嗯 王夫人皱眉 这份和黎叔先签了 是我王玉莹修夫 催眠被迫签了和黎叔 被关押进了柴房 她想要逃出去 但是这里 她根本就是插翅南飞 老爷的葬礼前一晚 王夫人来到柴房 看着催眠 倒是可惜了一个能说会道的男人 不过拿下王家 什么样的男人我得不到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的 见到你的第一面 我就有了这个打算 王老爷身上的毒是我下的 谁让他准备娶妾呢 所以我只好杀了他 但是又不能我动手 所以必须找个替死鬼 为什么选中我 你无父无母 无人出头 是最好的人选 再加上你长得俊俏 入坠就显得十分合理 因为小姐不好看 半夜潜入岳母房内 欲行不轨 被老爷发现 失手掐死老爷 多么完美的布局啊 最毒妇人心 你倒是好狠 哈哈 但是我成功了 不是吗 王夫人挑了挑她的下巴 滚 别用你的脏手碰我 明日老爷安葬 就是你的葬身之日 但是为了防止你逃跑 所以我还有一件事要做 来人 两个下人走了进来 将他的腿打断 防止他外逃 只听到咔嚓一声 催眠的双腿被硬声声敲断 跪在了地上 他没有喊一声 只是沉声道 别让我活着 否则终有一日 我会报仇 放心 你活不了 王夫人走了 柴房内昏暗的月光 显得十分凄冷 他撕开了内衬 用血迹写下一封绝笔信 随后将玉佩包在其中 在临死的一刻 他想到的还是自己的孙姐姐 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在乎自己的人 但是这信如何送去呢 他却为难了 就在此时 屋外传来了争吵声 无数熟悉的声音袭来 村长 大力哥 二壮 小豆 催眠呢 我们要见催眠 凭什么你王家说 我们催眠犯事就犯事了 我们要求当面对质 此时柴房门口 一个小孩子正扒了着门 催眠看到后激动地说道 小花 你们怎么来了 催大哥 是村长带我们来的 村长说你虽然不着调 但是却不会草菅人命 这是大伙不能不管 小花 你将这封信给大力叔 让他送到开封府孙家 等哥哥回去了 请你吃好吃的 好呀 他费力地将衣服 与玉佩交给了小花 整个人靠在墙壁上 王夫人走了进来 等会儿你要是说错话了 记得 我会让你的村子消失 不要怀疑 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不过几千两银子的事情 催眠咬了咬牙 好 我知道了 催眠被带到了村长他们面前 跪在地上 村长爷爷 你们回去吧 事情是我做的 在这里感谢大家的养育之恩 我给大家磕头了 咚咚咚 三声 村长不信 想要说什么 但是被王夫人他们赶出了家门 催眠又回到了柴房 等着自己的死期 王老爷安葬了 接下来就是他了 王夫人不会将自己送官的 因为他害怕茶 所以一定会在这里杀了自己 他想得很通透 而王夫人正如他所想 在酒中放入了毒药 喝了这杯酒 你就可以出去了 王夫人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 你的事情败露 只要你死了 谁又知道真相呢 所有的真相都在胜利者的口中 催眠接过毒酒 一饮而尽 随后腹部传来剧烈的疼痛 整个人意识涣散 恍惚间他好像听到了孙姐姐的声音 这就是死的感觉吗 好疼啊 一个月后 催眠睁开眼 在一个非常华丽的房间 他的双腿没有恢复 嗓子说不出来话 他挣扎着起身 一个丫鬟端着药水走了进来 看到他坐起来 立马喊道 小姐 小姐 他醒来了 随后就看到一道亮影风 一般地跑了进来 坐到床边 双目含泪 你终于醒了 太好了 孙 姐姐 他的声音嘶哑 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清脆 嗯 醒来了就好 醒来了就好 一边说 一边抹着眼泪 他想不哭 但是忍不住 没有人知道这些天 对他来说是多么大的煎熬 原来大力哥 看到血书的内容 村里的人 当即凑钱 买了匹千里马 他去开封孙家送信 当时的孙荣正在府中整理账策 听到有人拿着玉佩的时候 十分开心 以为是催眠来了 出去之后发现是大力哥 也意识到什么 当看到血书与玉佩的时候 他脸色阴沉了下来 当即吩咐家中所有护院 并且喊上了当地的官府一起出发 所以就有了那一幕 就在他喝下毒酒的那一刻 孙荣带人闯了进来 将王家所有人控制住 带来了大夫和官府的人 刚下葬的王老爷 也被挖了出来进行验尸 王夫人的行径 也因此昭告天下 被官府判了秋后斩立绝 至于王小姐 更狠 之前成婚的夫君 都是被他杀的 尸骨就埋在院子里 孙荣将他抱在怀里 而身边的老者正是孙家专用的大夫 医术独步天下 将还有一口气的崔明救了回来 后来才知道 孙荣当年正是因为被村里的人救了 为报恩以身相许 新婚业丈夫喝酒喝死了 还没来得及洞房 所以就成了孙寡妇 本来他都准备回家了 但是因为当时还小的崔明 他留了下来 这一留就是将近十年 看到他成亲 便没有了牵挂 回到了孙家 后来 崔明痊愈了 只是嗓子无法恢复了 他看着孙荣 孙姐姐 我们成亲吧 我快死的时候 脑海中全部都是你的身影 我知道 这不是亲情 好 成亲 孙荣其实一直都明白自己的心意 只是因为年纪 孙家的长辈 听到女儿终于又能嫁人了 也非常高兴 张灯结彩 好不热闹 后来 孙荣与崔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还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全部姓孙 这可把孙老爷高兴坏了 走到哪都夸自己女婿给力 孙赴人丁兴旺啊 一个混混小伙子 发现了园外的秘密 不仅是得到了钱财 还娶了漂亮的媳妇 这就是咱们的要说的故事 道中道 话说在河南的李家庄里 有个好吃懒做名叫李二狗的混混 说起这个李二狗 村里的人对他还是比较敬重的 这有的看官就疑惑了 一个小混混 有什么值得大家敬重的 这里面当然是有原因的 李二狗的爷爷算是个跑江湖的 为人特别仗义 李二狗的老爹走得早 从小就跟着他爷爷生活 所以这脾气秉性也随他爷爷 为人仗义豪爽 有次村李二牛 在城里卖菜 被人给欺负了 正好让李二狗给看到了 李二狗当时就不愿意了 抡起拳头就把欺负二牛的几个家伙给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为此他还在县衙的大牢里关了十天 出来之后 二牛请李二狗喝了一顿大酒 表示对他非常感激 李二狗却说道 这都是小事 像这样帮着村里人的事 李二狗还做了不少 那为什么还说李二狗是个混混呢 这个家伙除了打架斗殴是把好手之外 就没有别的什么本事了 整日在村子里无所事事 也不找个活干 就靠着他爷爷给他留下的一点家产过活 都二十多岁的年龄了 还没有娶到老婆呢 这几天李二狗一直是闷闷不乐的 好像是有什么烦心的事情 原来前几天的时间 邻村凤娥来找李二狗了 凤娥是邻村孙木匠的闺女 长得非常漂亮 人也贤惠 她和李二狗算青梅竹马长大的 长大后两人也是两情相悦 李二狗也曾托梅人去孙木匠的家里 孙木匠也知道自己的闺女喜欢李二狗 可这家伙不正干呢 就提出了一个条件 就是李二狗通过自己 不偷不抢 赚到二十两银子 作为彩礼的话就答应把凤娥嫁给她 李二狗为此也是非常的苦恼 自己没啥本事 啥时候回才能挣到二十两银子呢 前几天凤娥来找李二狗说 她老爹发话了 如果今年年底的时候再拿不出彩礼 就把她嫁给城里王公子当小妾了 毕竟王公子家里钱财不少 凤娥为了等李二狗年龄也不小了 再不嫁人就成老姑娘了 这到年底还有大半年的时间 自己到哪里去挣这二十两银子呢 从凤娥给她说了这个事之后 李二狗就整日里闷闷不乐的 这天二牛找到了李二狗 李二狗一看二牛浑身脏兮兮的 就问道 二牛是不是有人又欺负你了 二牛就说道 不是二狗哥 我刚才从城里卖菜回来 听到城里的威武标局在招标师呢 一个月二两银子的工钱呢 知道你现在为银子的事发愁呢 所以就赶快从跑来告诉你了 这身上的泥 是路上一个不小心摔了一跤弄的不碍事 听二牛说的这个消息 李二狗是大喜啊 一个月二两银子 到年妥妥的能挣到二十两啊 对二牛道谢之后 立马就去了威武标局了 威武标局是城里最大标局了 这段时间 不知道从哪里流窜到此地一伙土匪 神出鬼没的 不少过路的商人都被抢了 搞得城里人心惶惶的 所以大火出行的时候 都把重要的东西 托标局给运到目的地 这样一来 威武标局的生意就好得不得了 人手立马就不够了 所以这才招人的 李二狗这种没事常打架斗殴的人身上多少带点煞气 去了之后马上就被周标头给相中了 然后 李二狗就在威武标局当了一名标师 每天跟着标队押标 虽然辛苦些 但一想到年底试的时候就能跟自己喜欢的凤娥成亲了 心里是美得不得了 这眼看就要到年底了 自己也挣了十八两银子了 到这个月底自己就能凑够二十两 去凤娥家里提亲了 年底的时候 标局的生意也格外的忙碌 这天周标头让李二狗自己去押标 护送马园外的一个古董亭子到临县去 平日里都是两人一组的 但是今天标局太忙了 人手不够 而且路途也不算太远 一天时间就能回来了 所以周标头就让李二狗自己去了 李二狗心想 自己一个人去也没什么 毕竟之前都没有出过什么事情 就算有几个不长眼的来劫道 一听自己是威武标局的 立马都吓得跑开了 而且自己送的也不是什么很值钱的东西 马园外保价才二十多两 李二狗估计这瓶子最多值个二十两 就当李二狗快到的时候 让两个劫匪给拦住了 李二狗立马就爆出了威武标局的名号 而且还亮出了标旗 一般这个时候 劫匪都会给威武标局一个面子 可是今天的这两个劫匪不但没有退走 而且两人还合伙把李二狗护送的瓶子给枪了 虽说李二狗也经常打架有些伸手 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被两个劫匪狠狠地揍了一顿 李二狗回到标局把情况说了一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标局出面赔偿客户的银子 可是今天也该李二狗倒霉 总标头照黑虎的老婆前世来查看标局的情况 得知李二狗把客户货物给丢了 立马就让李二狗自己出钱把马园外的损失给补上了 李二狗不仅最后一个月的工钱没有拿到 之前赚的工钱也全给搭了进去 这下是全白杆了 李二狗还不服气 让跟着前世的两个保镖又给揍了一顿 李二狗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啊 就想跟前世拼命 立马让周标头给拦住了 还小声地说道 兄弟 我知道你委屈 不过总标头的夫人就是这脾气 好汉不吃眼前亏 你的是我回头给总标头说说 肯定不会让你吃亏的 李二狗听了之后 心想也只能如此了 不过前世如此对自己 自己也不能丢了面子 就摔下一句 老子不伺候了 然后转身就潇洒地走了 现在李二狗就只能寄希望于周标头了 好在他们两个平日里 关系还不错 有周标头帮自己说辞 估计自己的工钱呢 能给要回来 这眼就要年底了 李二狗又去凤娥家里提亲了 把自己这一年来做多事情 给孙木匠说了一遍 本来孙木匠听说李二狗去做了标诗 还挺高兴的 这小子也正干了 可又听到他把挣的钱又全给赔了出去 想了一下就说道 二狗啊 你看凤娥年龄也不小了 就算是我同意凤娥嫁过去 可我也不忍心让闺女跟着你去受苦啊 凤娥一听 自己的老爹还不同意自己和李二狗的事 生气就跑了出去 李二狗一看也是赶忙追了出去 追上凤娥之后 李二狗就说道 凤娥 你也不要难过 你爹也是为你好的 我的钱周标头帮我要着呢 又不是真没了 你赶快回家等两天 我去标局看看周标头 把我的工钱给要回来了没有 凤娥听李二狗这么一说 也安心了不少 就回家去了 李二狗就到了城里找到周标头 询问自己工钱的事 周标头是面露难色的说道 兄弟 你有所不知啊 总标头压了一趟大标 估计得年后才能回来呢 李二狗一听就说道 年后 等年后 黄花菜都凉了 然后李二狗就把自己和凤娥的事给周标头说了 周标头听了之后 对李二狗也表示非常的同情 就拿了五两银子说道 兄弟 你还真是一个痴情的人呢 我这里也就这五两银子了 你要不先拿去应应几 等总标头到了 我立马把你的事情告诉他 李二狗接过了周标头的五两银子 心想可以先拿这五两银子应应几 等自己的工钱到手之后 自己再还给他 谢过周标头之后 李二狗就走了 他本想买些的礼品 再去孙木匠的家里的 可走到半路的时候 发现城里 王源外的府上围了很多人 而且官府的捕快都去了 李二狗也凑过去看看热闹 走进之后就听有人说道 你们听说了吗 十几年的大道一点红又出现了 这次还把王王源外的府上给到了 谁说不是啊 这大道一点红的标志 就是在被到人家大门上留下一个带红鹰的箭头 也该这王源外倒霉 被一点红盯上了 谁来也不管用啊 李二狗听到别人的议论 果然在王源外的大门上看到了一个带红鹰的箭头 心里就想了的 这个一点红不是早就在江湖上隐匿了吗 怎么会对王源外家下手呢 这个时候王源外和几个捕快从府里出来了 王源外虽然是府里被盗了 但从他脸上也看不出有啥悲伤的表情 对前来办案的捕头就说道 大人 这事就麻烦您了 那捕头取下了门上的箭头 笑着说道 王源外放心 这是我会尽快查明的 说完就带着其他的捕快走了 李二狗看着被捕头拿走箭头 又看看王源外 心想哼 就是你儿子想娶凤鹅当小妾是吧 看老子怎么治你 没过几天的时间 王源外就匆忙的到县衙去报了案 说自己的家又被一点红给盗了 这次是真的被盗了 县老爷吴大人一听就疑惑的问道 王源外什么情况 据本官所知 你府上不是前两天刚被一点红给偷过吗 这一点红也算是成名的盗匪了 据说他有个的规矩 一个府上只偷一次 而且偷的还是一些为父不仁的园外 他偷过的府上别的盗匪就不能再去了 如果再去的话 会遭到一点红的报复 其实那天捕头来给他汇报的时候 吴大人就想了 这个王源外仗着家里有钱 在城里横行霸道 很不给自己面子 这次居然让大到一点红给偷了 自己的心里还有些莫名的兴奋的 就想着这案子 随便查查就得了 自己也不敢真的查到一点红的头上 万一这家伙再把自己家给偷了就麻烦了 这次王源外说他家里又让一点红给偷了 就觉得这事情有些奇怪 所以才这么问王源外 王源外听吴大人这么问 就支支吾吾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就说出来了 原来自从上次这里流窜来一群不知名的土匪之后 就有好些大户人家被盗 官府围剿了这帮劫匪多次 也没有什么的好的结果 王源外今年收了不少的租资 心里就些担心自己家里被盗了 他儿子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说是假借一点红的威名 来震慑一下那些小盗贼 王源外一听感觉这主意不错 就自导自演了府里被一点红偷到的假象 报官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影响 让别人知道自己府上已经被一点红光顾过了 你们其他的小盗贼就别打我家的主意了 这就好像咱们现在有些大聪明 在违规的地方停车 又害怕交警贴罚单 自己做个假的罚单先贴到自己车上 让交警以为这车已经被罚过了 从而逃避处罚 而王源外这次显然没有完好这个办法 让真的一点红道府上给到了 吴大人听王源外说完前因后果之后 感觉非常好笑 不过还是忍住了说道 这个是本官知道了 我会尽快派人协查的 你回家等消息去吧 这个时候李二狗呢 拿着二十两银子递给孙木匠说道 这是自己这一年挣的工钱 孙木匠看李二狗真的拿出了二十两银子 又去打听了一下 知道李二狗这段时间果然在标局一直工作 这才答应把凤娥嫁给他 李二狗和凤娥成亲的时候都快到年关了 村里是非常的热闹 婚礼的宴席一直进行到半夜宾客才散去 李二狗这个时候想进洞房呢 发现还有一个老头坐在那里没走呢 李二狗就走过去说道 大爷这天也不早了 您老赶紧回去休息得了 这老头缓缓地站起身来说道 行老头子我这就回去了 不打扰你小子的好事了 这个是老头子我的贺礼 说完丢给李二狗一个包袱就走了 李二狗看着老头面熟就是想不起来是谁了 就把老头给他的包袱打开来 李二狗一下子就愣住了 只见这包袱里有一把带红鹰的箭头 还有一封信 李二狗赶忙打开信件一看 果然和自己猜想的一样 这信上写着 小子 做人做事要无愧于心 这次你冒名鼎替我偷到王源外家的事 本不该绕你 但你爷爷之前对我有恩情 这次就绕过你 你在王源外家偷到的一百两银子 我已经替你还上了 算是报答了你爷爷当年的救命之恩了 如果让我知道你在偷到别人的东西 定饶不了你 署名 一点红 原来李二狗是认识一点红的 在李二狗还小的时候 他爷爷救过一个人 就是大到一点红了 他戴红鹰的箭头 还当成玩具送给李二狗玩呢 上次李二狗碰到王源外家里被盗 看到了插在大门上的红鹰箭头 就觉得这箭头不对劲 虽然和一点红的很像 但一些细节还是没有做到的 在看到王源外没有丢失财物的悲伤之情 就猜出了这老小子玩得把戏 又想到他儿子还想娶凤鹅当小妾 就决定将计就计 自己也冒充一点红 溜到了王源外的府上 偷了一百两银子 没想到这事情 竟然让真的一点红给知道了 李二狗就把这个秘密 藏到心底 用剩下的钱和凤鹅在城里开了一个卖家具的铺子 他老丈人是木匠 木工活还非常不错 所以李二狗的生意还算是不错的 从这之后 李二狗也不胡混了 偷到别人东西的事再也没有做过了 和凤鹅两个人的小日子过挺幸福的 北宋天喜年间 在那宇州府天侧县不远处的一个镇子 叫做圆岭镇 这个镇子以农业为主 民风淳朴 生活乐无边 可就在不久前发生了一件事 让大家心中义愤填膺 孙元外那么好的人 却好人没好报 孙元外名为孙城 三十岁便继承了家中的产业 是圆岭镇唯一的一户大户人家 家中良田百亩 仆人数十 不仅为人亲和 而且非常善良 遇到大旱之年会给大家免租 收成好的时候 也一粒粮食不多收 这几日 便是每年收租的时候 孙城带着家中仆人前往临近的村落收租 当走到小天村的时候 他有些累 便吩咐仆人先休息一会 几人在村口休息 突然听到不远处有人喊救命 他急忙带着仆丛们跑了过去 然后就看到让他愤怒的一幕 只见几个男子将一个二八年华的女子围在中间 住手 孙城急忙大喊一声 那几人这才停止手下的动作 拿着长棍来到了孙城面前 这位老爷 这里没有你的事情 我劝你最好早点离开 哼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你们竟然调戏良家妇女 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女子父母欠我们文银百两 无法偿还 就将这女子卖给了我们 我们怎么做与这位老爷可没什么关系吧 孙城一听 确实如此 自己确实没有理由阻止人家 随后看到女子哀求的目光 他咬了咬牙 这一百两 我替他还了 卖身器给我 男子瞇了瞇眼 将怀中的卖身器递给孙城 孙老爷敞亮 兄弟们 我们走 收完银票 带着自己的手下便离开了 孙城急忙走到女子身边 不料女子直接扑入她的怀中 低声抽烟 浑身发抖 他叹了口气 姑娘 若是没事 我送你回家吧 小女子淋雨 多谢这位老爷相救 只是小女子已经没了家 不知前往何处 哎 说完又哭了起来 孙城也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身边的管家便说道 老爷 翠花这几天就要回老家了 您还缺少一个服侍你的丫鬟 不如将她带入府中 孙城一听 也有些道理 于是便问道 姑娘 我府上还缺少一个服侍我的丫鬟 你要是没地方可去 不如去我府上吧 多谢老爷 多谢老爷 林雨露出一抹惊喜的神色 嘴角微微翘起 便跟随在孙城身后 今日收租倒也顺利 几人傍晚时分 便回到了孙府 翠花将林雨领走了 手把手叫她干活 可这林雨 仿佛大家闺秀一般 竟然是什么也不会 林雨 你这也不会 那也不会 你到底会什么 翠花有些不耐烦了 翠花姐姐 我 我 呜呜 林雨竟然直接哭了起来 谁知这时候 孙城恰巧路过 听到声音 就走了进来 翠花 怎么了 林姑娘怎么哭了 老爷 不关翠花姐姐的事情 都是我太笨了 什么也学不会 翠花气得牙齿直打颤 扭过头 冷哼一声 没事 慢慢来 相信自己肯定可以的 如果实在不会这些杂事的话 到时候帮我研磨也可 谢谢老爷 谢谢老爷 翠花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 随后叹了口气 自己这个老爷 真是的 这么多年一点没变 什么时候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呢 这女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家伙 三天后 翠花的契约满了 她说自己累了 想回老家 孙城取出一张白两的银票 递给她 尽管她再不舍 但她有自己的自由 不愿意将它矿在自己身边 她应该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老爷 这个我真不能要 翠花苦笑 但耐不住孙城硬塞 最后还是收下这张银票 离开了孙府 她本名为柳翠 是老老爷把她捡回来的 比孙城要小五六岁 不说是什么风华绝代 但也是小家碧玉类型的 一直伺候着孙城 将她伺候得无微不至 如今看到她长大了 自己也有些累了 便打算回老家看看 这日 孙城与县里的几个大户 一起谈合作的事情 便忍不住多喝了几杯酒 回家更是已经傍晚时分 翠花呀 咦 你回来了 真好 还是有你在好 她说着醉醺醺的话 把淋雨认成了翠花 而淋雨则是眯了眯眼 将她扶了进去 第二天一早 孙城是被一声声抽气惊醒的 然后就看到淋雨美眸含泪 衣衫褴 自己的床上还有一抹血迹 她捂了捂额头 叹息道 对不起 我昨天喝多了 你放心 我会负责的 不是老爷的错 都怪我自己 是我没把老爷伺候好 老爷 您就当昨晚 什么都没发生过 孙城一听 更加自责了 满脸的认真 放心 我一定会负责的 过些日子 我们就成婚 呜呜老爷 谢谢你 一周后 整个园岭镇传来了 孙城与丫鬟成婚的消息 孙城自从娶了淋雨之后 倒也越来越顾家了 最近 淋雨总是呕吐不止 她喊来大夫 竟然是怀孕了 这让她又惊又喜 孙家有后了 淋雨的地位 在府中更是水涨船高 脾气也越来越大 只要下人做错一件事 就拳打脚踢的 这让下面的人敢怒不敢言 孙城听到这些话 只好用银钱安抚府里的人 而柳翠回到老家之后 发现早已荒无人烟 一时间竟然无处可去 不知不觉又辗转回到了原岭县 她听到孙城成婚的消息 又迷茫了 于是找了个客栈住下 傍晚时分 她准备休息 突然听到隔壁屋里的声音 翘脸通红 她虽然未经人事 却也知晓一二 刚准备出门避避 就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 让她停下了脚步 哎呀 你好坏 你说的我都做了 那傻子 真以为我腹中的孩子是她的 我们压根就没同过房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 不着急 先伺候好我再说 放心 她的财产将来都是我们的 竟然是淋雨 那个男人是谁 为什么声音也很熟悉 她躲在一个柱子后面 等着里面的人出来 果然 不一会儿淋雨便走了出来 春光满面 但是里面那个男人始终没有出来 第二天她退房的时候发现 那个房间早已空无一人 不行 我必须告诉她 可要怎么说她才会相信啊 柳翠是知道那个人性格的 认准的事情石头牛都拉不回来的那种 这一日孙承刚回到家 找淋雨没找到 就问伺候淋雨的丫鬟 夫人呢 夫人说在月来客栈订了一桌菜 说老爷回来了就过去 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不让任何人跟过去 孙承点了点头 她最近谈成了一单特别大的生意 着急与夫人分享 于是便后脚追了出去 只是她刚离开 柳翠便回来了府上 她与家里的人都是熟人 而且以前都非常照顾大家 翠花姐 你怎么会来了 一个家丁问道 老爷呢 老爷出去找夫人去了 柳翠按叫不好 叫上几个小丝 朝着客栈奔去 而此时 在客栈不远处的巷子里 孙承看到眼前 让她震惊的一幕 淋雨 为什么 她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淋雨与之前 欺负她的那个男人在一起 两人依偎在一起 夫君 我还以为你 不会来了呢 淋雨大笑道 身后再次走出几个男人 正是当日 抢她的那几个人 将孙承团团围住 将我们的孙老爷伺候好了 最近云水河淹死的人不少 将他装进麻袋丢进去 孙承养尊处优 怎么可能是这几个人的对手 一时间被打晕了出去 淋雨此时甩开了男子的手 将他丢进河里 不要让人发现 随后黑暗的角落 再次走出一个男人 四十岁左右 他脸上带着一抹戏血 孙家 这下就是我的了 柳翠来到了客栈 并没有看到孙承 只是心头跳得厉害 他急忙跑出客栈 看到几个大汉 扛着一个麻袋 从一个巷子里走出来 他还有些好奇 翠花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柳翠一言不发 随后鬼使神差 走入刚刚那个巷子里 只是这里早已空无一人 突然 眼尖的小丝 看到地上一个奇怪的碎片 柳翠急忙走 心里咯噔一声 这个是孙承的衣服里的碎玉 是他与孙承的秘密 他将碎玉缝在袖子里 保佑他平平安安 刚刚那群人 他急忙带着小丝追了上去 可那些人早已没了身影 他着急地大喊孙承的名字 可并不会有回应 突然看到不远处 两个男人在茶寺喝茶 嘴里谈论着八卦 你刚刚看到那几个汉子背了一个那么大的麻袋 也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 就是啊 关键那几人力气真大 扛麻袋跟扛纱包一样 柳翠急忙走了过来 大哥 刚刚那群人往什么地方走了 这位姑娘 他急忙将怀里的碎银子 放在桌子上 大哥 拜托你告诉我 他们往云水河的方向去了 不过奇怪的是 最近云水河经常淹死人 柳翠急忙招呼小丝向着云水河奔去 距离一百米的时候 就看到几个大汉将麻袋直接抛了出去 你们等会儿将他们抓住 我下河 柳翠的语气不容拒绝 几人第一次看到翠花姐这样凝重的表情 纷纷挽起袖子 只有翠花知道 他们几个是府中一等一的好手 这是老老爷当初训练出来的人 就连孙成都不知道 几人直接冲了过去 柳翠跳入河中 冰冷的喝水让他忍不住哆嗦 很快便看到了下沉的麻袋 但是上面是死结 他根本拖不动 将头顶的发簪直接拿下来 弄了半天 还是没办法解开麻袋 就在这时候 一个小丝也跳了下来 看着他着急的样子 急忙游了过来 两人合力才将麻袋抬了上去 解开麻袋 众人大惊 竟然是孙成 柳翠急忙施展急救错失 而小丝们一拳接着一拳打在那三个大汉身上 很快变招了 几人脸都黑了 恶父 可 孙成张口吐出灌进去的河水 就看到那张日思夜响的面容 我这是死了吗 又在做梦了 说什么胡话呢 有我在 你就不会出事 只是那眼泪 怎么挡都挡不住 你回来了 真好 嗯 我回来了 这次不走了 再也不走了 孙成昏迷了过去 几人回到客栈 先是找郎中帮忙看了一下 确定没什么事情之后 才离开 张三 李四 你们两个回府中 有什么情况 立刻过来告诉我 柳翠眸中闪过一抹狠色 是 翠花姐 一直到三更十分 李四回来了 翠花姐 我怎么都没想到 竟然是王管家带着几人 说明天要遣散我们这些人 现在府上已经乱坐了一团 而且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夫人竟然与王管家 这时候柳翠才想起来 那道熟悉的声音 竟然是她的 老老爷带她不薄 老爷更是信她如亲 柳翠一拳砸在墙壁上 墙壁竟然被砸出一个凹槽 这让李四咽了咽口水 第一次看到翠花姐生气 第二天一早 孙成醒了 只是身子有些虚弱 醒了 跟我回家去 现在家里需要你做主 不能让外人入主了我们家 孙成听完后 点了点头 换上一身干净的衣袍 跟在柳翠身后 像个小媳妇一样 乖巧听话 一直到孙府 此时的孙府已经乱坐一团 几个大汉更是嚣张跋扈 家里的丫鬟被家丁们围在中间保护着 今后这孙府就是我亡捡的了 你们要是还想留下来 现在都给我跪下来 呸 孙老爷会回来的 呵 回来 你们口中的孙老爷 现在怕是已经彻底没了吧 家丁们各个义愤填膺 但是这几个壮汉 他们不是对手 张三站在最前面 现在翠花姐把人都带出去了 只有他一个还算是能打点 一打三应该没问题 哟 王管家 这么热闹 听说以后你要在我家做主 孙承笑着走进大门 身后更是跟着一群衙内 因为去接了下县衙的人 就耽误了点时间 索性这些话 这些衙内都听到了 老老爷 你怎么会来了 夫君 老爷 孙承越过众人 来到最前面 好了 大家该干嘛干嘛 林雨 这封修书是我给你的 这个家的女主人 你真是不配 一把将修书摔在林雨脸上 这让大家都狠狠出了一口气 王俭一看大势已去 恶从心中生 掏出一把匕首朝着孙承刺了过去 一只娇嫩的手 捏住了他的手腕 柳翠寒声道 王俭 老老爷带你不薄 老爷更是带你如父 如今你这样做 对得起老爷吗 哈哈 我付出了大半辈子 凭什么将家产都给这个废物 我不服 这些都是我的 牙内将几人都带走了 府中又恢复了一片祥和 那个 翠花 你看咱们府是不是该有个女主人了 哦 然后呢 你看 你愿不愿意当这个主人啊 哦 让我想想 除非你在咱们家所有人面前追求我 我就答应你 这一天 孙府张灯结彩 柳翠也成了这个家地女主人 只是她雷厉风行 不过对自己人 那可真的是好的过分 与孙承完全是一个母子刻出来 多年后 柳翠拿着一个鸡毛胆子 孙承 给老娘出去收租去 府中传来阵阵哄堂大笑 一对儿女正在院子里玩泥巴 看了一眼继续玩 在柳州城的安黄县 有个小村子名叫张家庄 这天村里张有才家里是热闹非凡 张有才的院子里被布置得非常喜庆 来往的宾客是络绎不绝 原来今天是张有才大喜的日子 这老话说得好 人逢喜事精神爽 张有才是笑容满面的在院子里招待客人 这大家伙 谈论起张有才都对他竖起大拇指 本来家境贫困的张有才 通过自己的努力做生意是发了财了 听说娶的这个媳妇 是李家庄的李月如 说起这个李月如 那可是他们这一代 十里八乡有名的大美女啊 模样俊俏 身段苗条 走起路来就连背影都忍不住让人多看两眼 没想到嫁给张有才了 这小子真是好厌服啊 就在宾客到齐 张有才和李月如要拜堂的时候 突然从外面冲进来一个女人 看这个女子容貌也是俊俏 而且还一脸的焦急之色 这在座的宾客是有认识这女子的 都在小声的嘀咕 这翠花怎么来了 张有才也看到了翠花 也是满脸的惊异之色 然后就是一脸怒容的说道 你来干什么 翠花是一脸焦急的说道 张有才你还有心情成婚呢 你儿子小宝不见了 张有才听后大呼一声 什么 原来眼前这个叫翠花的女子 是张有才的前妻 而他口中说的小宝 就是张有才和翠花生的儿子 这新娘子一听这张有才的前妻 都找上门来了 把这盖头一先生气的 直接就回了娘家了 张有才见状 也是顾不得这新娘子了 心想等找到孩子 再给月如赔礼道歉 再把月如娶回来不就行了 然后就焦急的问道 怎么回事 小宝怎么会不见的 翠花是哭哭啼啼的说道 这都怨我 昨天下午 我让小宝去上街买东西 过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回来 我本以为这孩子贪玩 没想到一直到晚上也没有回来 我急坏了 找了一晚上也没有找到 这才来找你的 张有才听后骂道 你个败家娘们 一个孩子都看不住 你还能干点什么 给管家交代几句之后 就带着几个家丁和翠花 是匆匆地走了 找孩子去了 管家一看 这郑主都走了 这烂摊子扔给了自己了 就陪笑着说道 诸位对不住了呀 今天老爷家中有事 这婚事延期举办 大火呀散了吧 得 管家都说了 这宾客都是散场离去了 再说张有才带着几个家丁 和翠花找了一天 连个人影都没有找到 就对翠花说道 行了 这样找下去也不是办法 明天我去衙门里报官 你也早点休息吧 说完就要走 翠花一看 是赶忙拉着张有才说道 你能不能不走了 这大晚上的多不安全呢 张有才没有好气地说道 哼 我不走 还留在这里吗 你不要忘了 咱们两个已经合离了 就没有关系了 说完一摔袖子就走了 翠花看着离去的张有才 不禁是放声大哭起来 原来翠花和张有才之前呢 就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而且都有了一个可爱聪明的儿子了 这为何会闹到如此地步呢 这件事还要从一年前说起 这天翠花正在家里看着小宝石字 张有才是突然慌慌张张地跑回来了 而且这身上的衣服都已经破烂不堪了 还沾有血迹 翠花见了盲问道 当家的 这出了什么事了 张有才就说道 娘子 我这次外出赚了些钱财 没想到 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山匪 在这私打当中 我失手捅了一个土匪一刀 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活 这万一死了 我就是背上人命 官府一定会找我的 就算是那山匪命大不死 他们也一定会下山来报复我的 为了你和孩子的安全 我想了一个计策 咱们先假装合理 就算是山匪来报复 也算不到你们的头上 这有五十两银子 你拿着照顾好小宝 先去你娘家躲上一段时间吧 等这风头过了 我再去接你们娘两个 翠花也被张友才说得给吓猛了 就点头答应了 在张友才的修书上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就带着小宝回了娘家了 可是翠花这一等 就等了大半年的时间 张友才也没有接他们娘两个 于是翠花就偷偷地 跑到了张家庄里 正好碰到了王大妈 翠花就跟王大妈 打听张友才的事情 翠花就问道 王大妈 这张友才现在 没出什么事吧 王大妈一看是翠花 就笑着说道 哎呀 翠花好长时间都不见你了 这张友才能有什么事啊 倒是你这个傻姑娘 张友才上次做生意发了财了 你不跟着享福 怎么跟他合理了呢 这小子现在正美着呢 刚托梅人去李月如的家里提亲去了 听说这李月如的家人都答应了 这很快他们都要结婚了 翠花听后 是犹如一道惊雷 击中了自己 翠花到现在才明白自己 被张友才给骗了 就立马冲到了张友才的家里 想要把事情给问个明白 张友才见到一脸愤怒的翠花 也没有意外 张友才知道 翠花早晚会知道这件事情的 就说道 翠花 这事情你都知道了 翠花是怒问道 张友才 根本就没有什么土匪是不是 张友才就说道 对 是没有什么土匪 我也没有背上人命官司 这事情都是假的 都是我骗你的 不过有一件事情 是真的 就是咱们已经合理了 你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翠花听后 扬起巴掌 就打了张友才一耳光说道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你是什么时候 跟那个小狐狸精好上的 张友才见识已至词 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说道 翠花 今天咱们就把这试探开来说 是我张友才对不起你 我向你道歉 我前段时间 外出做生意的时候 碰到了李月如了 被他的美貌所吸引 本来是想着 把他内为自己的小妾的 但是这李月如是死活不同意 所以我就想出了这么一个计谋 骗你和我合理了 翠花听后哭着说道 张友才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小宝你也不要了吗 张友才就说道 我也是十分舍不得小宝的 不过月如不喜欢不是他的孩子 所以小宝你就好好地照顾着吧 这是五十两银子 以后每个月 我都会让人给你们娘两个送十两银子的生活费 你要改嫁也可以 但是小宝必须跟我的姓 等我稳住了月如 还会把小宝给接回来的 如果到时候你没有改嫁的话的 也可以再回来给我当小妾 翠花听后都气疯了 可是他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骂了张友才一番之后 就亮呛着回了自己的娘家了 再说张友才回到自己家里之后 就赶忙拿着厚礼 去了李月如家 陪李道歉去了 张友才知道 只要自己多给月如家里些钱 他父母是不会为难自己的 因为他们看中的张友才的钱财 而张友才看中的是月如的美貌 果然 在看到张友才的厚礼之后 月如的父母是乐呵呵地招待了张友才 又商量了第二次成婚的日子 不过这彩礼还得再多拿上一份 张友才是同意了 说等自己找了小宝 就把这彩礼给送来 到了第二天一早 张友才就到了衙门去报了官 现老爷周大人也是受理了这个案件 太除了不少的牙役地拿着小宝的画像 到处去寻找 什么码头 客栈 乞丐窝 都找过了 就是找不到小宝 可把张友才给急坏了 在张友才的心里 自己是非常喜欢小宝这个孩子的 不仅和自己长得很像 而且还继承自己聪明好学的基因 这以后还想着小宝能给他光宗要祖呢 没想到现在孩子竟然不见了 这段时间张友才是光顾着找孩子了 这人都沧桑了许多了 这天刚从外面回到家里休息一下 翠花是慌忙地赶来了 说道 友才 刚献老爷说 衙门破获了一起儿童拐卖案件 让咱们去看看有没有小宝 张友才一听 是大喜啊 这还等什么 立马就跟着翠花跑到衙门去了 等到了之后 献老爷就说道 哎 幸亏是帮你们找孩子 这竟然还意外地破获了一起拐卖儿童的案件 救出来十多个孩子 你们两个赶快去看看有没有你家的小宝 张友才和翠花是谢过了献老爷 跑到后院一看 十多个孩子 有男友女正在牙抑的照顾下玩耍呢 张友才和翠花是仔细地看了一个遍 还是没有自己儿子小宝的踪影 等出来之后 献老爷就安慰他们说道 这个你们也不要太着急 我已经让牙役去给周边的官府报了信了 如果有走丢儿童 或者破获了拐卖儿童的案件 会来信通知我的 我再通知两位 张友才和翠花是谢过了献老爷后 就走了 等过了几天之后 翠花又来找张友才了 说现老爷周大人 接到了他同僚的信件 说是在临县破获了一起拐卖儿童的案件 解救了二十多个孩子 让他们去看看 张友才一听 是立马让下人备好了马车 和翠花一起上路了 这一路上翠花对张友才是照顾有加 可是张友才对翠花是根本不领情 还在埋怨翠花把小宝给丢了 等他们到了地方之后 还是空欢喜一场 这二十多个孩子里面 还是没有小宝的踪影 这下张友才是急坏了 小宝都已经走丢了好多天了 这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经过这几天的舟车劳顿 还有对孩子的担心张友才 一下子就病倒了 等回到家后 翠花是赶忙叫人请来 郎中给张友才看病 等郎中诊治完之后 开了药方就走了 翠花拿着药方前去抓药 忙前忙后地伺候张友才 张友才看在眼里 也是十分感动翠花给照顾自己 说起来这为何自己要很下心 跟翠花合离呢 这一个原因是 张友才现在是有钱了 都说这男人有钱就变坏 看来是从古旧流传下来的 这第二个原因就是 张友才嫌弃翠花爱啰嗦 这一天到晚话说个不听 不管是大事小情 都给张友才安排得妥妥的 看他闲上一会翠花就难受 这时间一尝张友才就受不了 赶巧自己外出的时候后 碰见了李月如了 这姑娘长得漂亮不说 还非常懂男人的心思 张友才心里明白 这李月如就是贪图他的钱财 可是这人长得漂亮 而且还不像翠花那么啰嗦 这才骗了翠花要跟李月如成婚的 没想到现在竟然出了这样的事 看着翠花忙前忙后地照顾自己 张友才就说道 你别在这里忙了 我这又不是没有下人照顾 有这个时间 你去找找孩子不行吗 翠花听后就说道 友才 我这也是担心你啊 孩子的事先放一放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把身体养好再说呀 张友才听翠花这么一说 这心里就疑惑了 看翠花的样子 好像并不担心小宝啊 倒是很关心自己的安危 这以前小宝就是他的心头肉啊 这是什么情况呢 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 所以然来 索性就不想了 打这以后 翠花是天天来张友才家里 给他照顾的无微不至的 这不知道 还以为他们两个又复婚了呢 在翠花的细心照料下 张友才的病情是慢慢的好转起来 这天张友才正在院子的躺椅上躺着呢 翠花是突然是火急火燎的就跑来了 见到张友才就哭着说道 小宝找到了 张友才一听 立马就从椅子蹦起来说道 小宝找到了 在哪里 快说呀 翠花只是哭 也不说话 张友才一看就急眼了说道 你说话 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 这怎么不说话了 看到翠花这样 一直哭 而且表情还很害怕 张友才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 就说道 你不说的话 就赶快领我去啊 翠花听后 是哭着领着张友才走了 等他们两个人来到了一个小河边上 这周围已经围了好多人了 张友才拔过人群走到最里面 看到一个躺在地上的一个小男孩 正是自己的儿子张小宝 伸手一摸这浑身冰凉 早已经没有生机了 翠花在外面哭得是哭天喊地的 没一会的功夫县老爷周大人 得到消息也赶来了 等张友才安排人把小宝的尸体 安顿好之后 张友才和翠花 就被县老爷带到了大堂之上了 周大人就问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宝是怎死的 翠花就哭着说道 这都怨我 都怨我呀 然后翠花就讲出了这事情的经过 原来自从翠花知道了张友才在骗自己之后 回到家里就茶饭不思 也回想了张友才为何不要自己 正好翠花的表姐来看她 知道了翠花的情况之后 表姐就给翠花出主意说 这张友才不是挺在乎她这个儿子的吗 你这样让小宝先住到我哪里一段时间 然后你就谎称小宝走丢了 再利用和张友才一起找孩子的机会 把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好好地磨合一下 说不定张友才就回心转意 再把你给娶回去呢 翠花一听表姐说的有道理 况且自己心里还有张友才的 就同意了表姐办法 把小宝记住在表姐家里了 可是让翠花没想到的是 小宝生性爱动 表姐一个没看住 这小家伙就偷偷地溜走和别的小伙伴去河里游泳去了 不幸的是小宝水性太差 溺水身亡了 吓得其他的小伙伴赶忙告诉了表姐 表姐有赶忙告诉了翠花 这才有了刚才的事情 张友才听完翠花说的 气急败坏之下 一巴掌打在翠花的脸上怒道 你看你干的好事 现在儿子也没了 这下你满意了吧 大人 我要状告这名妇 他那什么表姐 害死我儿子啊 周大人在弄明了这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 就说道 哎 张友才 虽然这是你的家务事 但是本官也要说你几句 虽然是翠花的表姐 看管不利 如果不是你建议思迁 贪图美色 骗得翠花和你合理 这小宝也不会出事 这归根结底都是你自己找的事 好了退堂 去安陪小宝的后事吧 张友才为了贪图美色 骗翠花和离的事 因为小宝的死被传得沸沸扬扬的 而他的生意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李月如的家人见到这张友才已经是没有钱了 肯定是不肯再把闺女嫁给他了 而最终张友才是人才两空啊 李月亮早年家境封印 那一年他十八岁 刚考中秀才 一家人十分开心 并且为他说了一个妻子名叫云静 貌美如花 两人站在一起 也是名副其实的郎才女貌 成婚后 两人如胶似漆 彻夜缠绵 只是好景不长 一年后的一天 父母得知 有一批便宜的布匹 就带着所有银两 包括借了别人的几百两银子 前往了别的州府采购 却一步步复返 只是蹊跷的 是两人途中遇到了山贼 人才两失 最后就连尸体也没有找到 时间过了三个月 李家的债主纷纷上门讨要钱财 李玉良知道家中已无银两 但负债子还 他忍痛便卖掉了府中的一切 却还是不够 最后将府邸卖掉财勘 还完了账 只是夫妻两人从此落魄 李玉良摇身一变成了穷酸秀才 还好在城外李家 还有一个茅草屋 避免了两人露宿街头的命运 安顿好之后 妻子云静问道 相公 我们以后该怎么办 我去街上卖字 帮人写书信 虽然不能大富大贵 但也能让咱们过得下去 只是事情并没有李玉良想的那般简单 这里的人家境非常简单 亲朋好友都在周边 根本用不着写信 半个月时间 只挣了三个铜板 云静再次问道 相公 我们该怎么办 李玉良心烦意乱 听到他问 还是耐着性子叹息道 哎 我也只会做这些呀 相公 要不我去问问我表哥 有没有什么门路 行吧 这一夜 李玉良辗转难眠 第二天 一早便出门摆摊去了 只是晌午时分 妻子云静来到他的摊位前 相公 相公 我帮你找到活了 我表哥说可以让你做个账房先生 每个月一两银子呢 真的吗 那太好了 李玉良也是十分高兴 只是 什么 没什么 他提了一个要求 只不过 我已经给他了 相公 你就安安心心挣钱 其他的交给我 娘子 你真是太好了 李玉良做了一个饭妆的账房先生 只是这里 好像用不着他 每日都非常闲 他也乐得自在 白拿的银两 一个年轻人 比他大不了几岁 只是他的眼睛 给人一种阴险的感觉 走了过来 李兄 在这里还习惯吧 习惯习惯 你就是表哥吧 我就是云静的表哥陈文 你放心在这里干 只要我的店不到 你的钱就不会断 真是太感谢您了 表哥 是我要感谢你才对 哈哈 陈文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晚上回到家中 妻子的气色越来越好了 并且十分高兴 时不时哼着小曲 只是当李玉良想要碰他的时候 总会借口 自己太累了 今天就算了 拿到了月前 李玉良第一件事情 就是给妻子买了个簪子 花了一半的银两 回家后将簪子送给了云静 只是云静却随后扔在了桌子上 只是转身对他说道 相公 我要出去一会儿 晚点回来 你去吧 云静一直到天黑才回来 只是回来的时候 一瘸一拐的 李玉良问道 娘子 你怎么了 摔了一跤 腿疼 歇会儿就没事了 次日 李玉良干活的时候 听到别的帐房先生在说 少爷真厉害 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几千两银子 开了一个布庄 现在生意火爆得不行 少爷太有眼光了 谁说不是呢 跟着少爷干 肯定不会错 李玉良默默干着自己的活 曾几何时自家的布庄才是这里最火最大的 可惜天不遂人愿 想到这里 他越来越伤心了 便提早离开了 旁边的伙计一看到他离开 急忙向身边的小思说道 快去告诉少爷 李玉良走了 小思直接离开了 而李玉良的心情非常不好 便来到了一家酒馆 打了一壶酒 坐在门外的台阶上 不停地喝着 他喝了好多 一直喝得醉醺醺的 天已经黑了 才慢慢向自己家中走去 只是刚走到家门口 他透过窗户看到妻子正在梳妆打扮 然后听到远处传来声音 他急忙躲在柴房 不一会儿 妻子走出房门 小声喊道 相公 相公 就在李玉良准备出门的时候 黑暗中走出来一个男子 直接将云镜拥在怀中 捏着他的下巴 呀 相公 你真坏 也不怕我家那没用的穷酸秀才回来 怕什么 一纸和黎叔的事情 你已经是我的人了 李玉良透过缝隙 看清楚了男子的相貌 正是云镜口中的表哥 他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两人直接进入房中 李玉良也悄悄趴在窗外偷听 表哥 为什么不让我做掉他 我在这里已经受够了 李家夫妇到现在还死咬着一笔钱不放 还不能杀 等我拿到最后那笔钱 就是他们一家三口的死期 可 我真的受够了 当年我本就不想嫁给他 我想嫁的一直都是你 可你偏偏说什么李家财大气粗 咱们可以想办法拿走所有财产 只不过让我受受苦 静儿 我知道这两年是委屈你了 但那两夫妇已经吐出两千两了 还有一笔钱 最少一千两 要是现在杀了他们得不偿失 行吧 那我就再忍几天 不过演戏真累 还是跟你在一起舒服 今晚他不会回来吗 应该会很晚才回来 到时候我们都结束了 手下说他喝醉了 这会儿应该在哪个路边睡着了吧 哈哈 静儿 还得让你给那两个老东西送饭 我的人毕竟不方便 反正你已经在他们面前暴露了 到时候你就用李玉良的命威胁他们 一切都依你 李玉良听得浑身是火 有一种冲动进去杀了那对奸夫淫妇 但是他知道他不能 父母还没死 这是天大的好消息 他要救回父母 不能惊动任何人 他走到路上 找了个显眼的地方 躺下装睡 过了一个时辰 陈文才从房内走出 两人红光满面 刚出门就看到躺在地上呼呼大睡的李玉良 云静踢了他一脚 见他没反应 才松了口气 表哥 你快走吧 但是陈文 此时 邪火又起来了 竟然当着李玉良的面 龌龊了起来 表哥 你可真够坏的 简直杀人诛心 最后两人将他拖进了屋内 然后陈文才慢慢离开 第二天一早 李玉良起来便来到了铺子里 对着总账房说道 昨日最久 我先回去休息了 有没有人怀疑 毕竟这家伙现在还是一身酒气 他躲在暗处 等着云静出门 一直到晌午的时候 云静才匆匆出门 远远地跟着他 李玉良不敢打草惊蛇 一直来到一处山洞 这里非常天 门口有一个守卫 云小姐这次怎么亲自来了 还不是想要早点敲开这对老夫妻的嘴 也是 这地方鸟不拉屎的 我实在是不想待了 快了 等拿到了钱 我跟文哥会好好犒劳兄弟们的 哈哈 就等小姐这句话了 云静出来的时候 脸色很不好 厉声道 看好了他们 我明日再来 是 小姐 你放心 这里鸟不拉屎的 更何况这么偏僻 谁能找来 云静走了 洞口的守卫百无聊赖 李玉良本以为自己没机会 没曾想守卫 竟然离开了洞口 来到一个简易的茅草屋 竟然直接睡着了 他捏手捏脚走进了山洞 看到了两个人披头散发 浑身是伤 旁边还放着一些刑具 他们精神非常差 爹 娘 是你们吗 他小声呼喊 听到李玉良的声音 两夫妻转过身 良儿 真的是你 你没事太好了 爹 娘 我这就救你出去 良儿 没用的 这把锁只有云静和沉稳有钥匙 别人根本打不开 爹 那我该怎么办 爹有一个朋友 生死之交 早年是一家武馆的总教头 而且一手开锁公独不天下 只是现在他在临阵居住 来回需要一天 你可以直接去找他 好 爹 娘 你们等着我 我一定会回来的 李玉良小心翼翼地离开了山洞 没有人知道 回到家 他开始收拾东西 云静问道 相公 你要做什么 娘子 我有一个好友 约我去临阵帮他挑选一些书画 是哪个好友啊 就是朱菜 朱家的胖子 你以前也见过 云静并没有怀疑 他这个秀才 虽然是废物 但那双眼睛识别字画的功底 却炉火纯青 很少有打眼的时候 没办法 李玉良找到了朱菜 两人已经许久没联系 他不知道朱菜 会不会帮他 朱菜听到 是李玉良后 急忙迈着小短腿跑了出来 刚一出来就看到 自家好友跪在了自己面前 李哥 你这是干什么 你折杀兄弟是不 这一年多你都不联系我 还以为你娶了妻子忘了兄弟呢 李玉良苦笑 让他陪自己去一趟临阵 胖子一口答应了 还借来了自家的马车 两人一个半时辰就到了 老爹的朋友很好打听 如今是一个铁匠 他静止来到铁匠铺 但是这时候里面并没有人 只有一个青涩的小姑娘 十七八岁的模样 你们找谁呀 我找王大师 是我爹李锐让我来的 呀 你就是我爹口中好友的儿子 我将来要嫁的对象 这话可把两人惊呆了 看着这个还没有熟透的小姑娘 朱菜忍不住道 李兄 你可真是好福气 王大师现在在哪里 我们可以去找他 我爹去帮林园外训练护院去了 就在隔壁那条街上 还请姑娘带路 可我这铺子没人看了呀 朱菜 你先看会儿铺子 我去找王大师 包在我身上 随后 小姑娘一路上 叽叽喳喳问个不停 李玉良都耐心回答 惹得小姑娘娇笑不已 来到了林府 一个精壮的男子正在训练一帮护院 看到自己女儿过来以后 急忙面带微笑 那张扑克脸秒变 小姑娘给爹爹说了以后 王大师这才走了过来 你就是李玉良 王大师 我是 叫我王伯父就行 我与李兄已经十多年不见了 想来这次你定然有什么事情 李玉良将父母的事情说了说 王大师沉着脸 手中的铁棍都被他捏得变形了 你等我下 我陪你回去 随后与林园外说了说 林园外正色道 这些人你需要的话 先拿去用 多谢林园外 我给你个地址 你让他们在我走后半个时辰出发 小丫头也想去的 但是太危险了 王大师就没有允许 三人踏上了回家的路 朱菜这才听到李家父母还活着的消息 整个人也怒了 一张小胖脸气得红扑扑的 可恶的恶人 我回家就找我爹带人 朱菜自己回去了 两人顺着山路来到了山洞 此时 这里却已经有了四个护卫 李玉良心里咯噔一下 该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吧 只见陈文从里面走了出来 一脸神清气爽 你们进去吧 杀了两人 东西都得到了 是 少爷 眼见几人要进去 王大师快如鬼魅 直接来到了山洞口 不出一息 便将四个护卫 全部打飞了出去 半天倒地不起 你是什么人 我们无冤无仇的 王大师提着他的脖子 将他提了进去 面色阴沉 我李兄遭遇如此待遇 都是你的杰作 若非为了拿回李家的一切 我现在就杀了你 那特制的锁 在王大师手里如同玩具一般 李玉良急忙扶着父母 两人已经奄奄一息 刚走出山洞 就看到围满了人 陈文就宁笑道 被你们发现了 又如何 你们不是能打吗 我有足足上百人 你怎么打 哈哈 都给我上 杀了他们 给你们一千两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只见上百人冲了过来 就在这时候 另外两伙人 纷纷赶来也有上百人 正是朱家的人与林家的人 朱家的护院都是精英 林家虽然刚开始 但是也极其厉害 不出半个时辰 这里的战斗就落下了帷幕 所有贼人全部被拿下 朱菜这时候 才喘着粗气走了上来 身边还跟了个老者 刘大夫 快去看看 他听说 李家夫妇受伤 所以为了请大夫 浪费了一些时间 无妨 只是皮肉之苦 最后将陈文等人送去了官府 但是县太爷却说 倒是你们草菅人命 其罪当诸 陈文乃是大善人 台下的人被这颠倒黑白气的 给我打一百大板 陈文在一旁冷笑 开玩笑 县衙自己早就打点好了 就等这一天 就在这时候 一个老者缓慢走了进来 正是林园外 他大喊 慢着 惊扰公堂 来人 给我带下去 但是林园外 并不害怕 而是弯腰攻身 宋知府 你可听到了 本官听到了 很真切 陈县令 你真是好大的官威 最后 陈县令与陈文他们一起 被打入了大牢 大家才知道陈文是陈县令的侄子 怪不得如此嚣张 云静跪在李家父母面前 爹 娘 我知道错了 求你们饶过我 没有人同情他 他被关押大牢 李家的钱财都找了回来 恢复了往日的繁华 又过了三年 王大师带着一个美女来到了李府 大笑道 李锐 该你兑现承诺了 小姑娘名叫王恩恩 乖巧有礼貌 但是也古灵精怪 深得李家父母的心 我这就准备发帖 后来 李玉良与王恩恩成婚了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她开始接管家里的一切 让父母好好休息 日子过得非常自在 而王恩恩对这个丈夫 那可是极其户短 对外人张牙舞爪的 还生了一顿双胞胎给李家 一个漂亮的美妇 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傻子 让傻子的兄弟 发现了大嫂的秘密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 美妇骗婚 说在柳州的王家庄里 有个大户人家 户主叫王万成 故事发生的时候 王万成家里正是张灯结彩 宾克来往不绝热闹非凡 原来今天是王万成的大儿子 王富贵的大喜日子 王万成也算是城里 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了 所以今天祝贺的宾克来的不少 也有慕名来凑热闹的 没过一会的公父新郎 王富贵和新娘子 李春花上场了 下面的宾克 看到这一对新人 都是忍不住的说道 这可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啊 王富贵长得非常帅气 穿上新郎服 更加衬托得他气质不凡 李春花也显得娇艳动人 等到新郎新娘礼成之后 就被送入洞房了 新郎在给父母敬酒之后 也进洞房了 随后一个翩翩公子 搁出来替新郎官敬酒 有的宾克就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就问道 这新郎官怎么那么着急呀 没给大伙敬酒呢 就进了洞房了 有知道内情的就说了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王园外的大公子 脑子不太好使 出来替他敬酒的 是他的兄弟王小宝 听他这么一说 不明白其中内情的宾克 就被勾出好奇心了 忙问这是怎么回事 那位宾克一看众人都望着自己 等着自己讲给他们听呢 喝了别人敬的一杯酒就说道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王园外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 王富贵了 二儿子就是现在给其他宾客敬酒的 王小宝了 王富贵是王万成的原配夫人 吴氏所生 不过吴氏体弱多病 在生下王富贵之后 不久就挂掉了 夫人离世 王园外悲痛万分 王园外对吴氏情深义重 本来是不想再娶妻的 不过等到王富贵七八岁的时候 王园外就看出自己的这个儿子和其他的孩子不太一样 七八岁应该是小孩子好玩好动的年龄 可小富贵从不喜欢和别的小朋友玩耍 也不喜欢和别人说话 王园外一看就急坏了 赶忙找了好多有名的郎中给他儿子诊治 可都没有太大效果 而且郎中还告诉王园外 令公子患的可能是吃傻之症 建议王园外再娶个老婆生个孩子 王园外听后就傻了 没想自己儿子竟然得了这样的一个病症 没有办法 如果真像郎中说的 自己万贯家产等自己走后 自己儿子肯定保不住的 说不定还会引来祸患 王园外只能又娶了一个小妾柳氏 柳氏也很给力 转过年就给王园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就是王小宝了 这个王小宝可不像他大哥那样吃傻 从小就聪明伶俐 虽然如此 但王园外还是喜欢王富贵多些 你们可知道这个春花姑娘可是王小宝先喜欢的 后来被王小宝领回家后 让他大哥见了 这个王富贵见到春花之后就粘住人家了 王园外见到这种情况之后 就跟自己小儿子商议说 小宝啊 你也知道你哥现在的情况 他跟别人根本就没有话说 而且城里的大户人家小姐都知道你哥的情况 没人愿意嫁给他 小门小户的也让媒婆领来了不少 但没有一个像春花这样让你哥清新的 所以让春花当你嫂子怎么样 好在王小宝也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 知道他大哥的特殊情况 从小就迁就王富贵 虽说自己也挺喜欢春花的 但是听到自己老爹这么说 自己也只好同意了 所以现在你们知道 为什么王富贵那么早就进了洞房了吧 一是他脑子不太好使 不太会说话 二是王源外怕他闹出什么笑话出来 所以才让王小宝替他大哥来敬酒的 大伙听完之后 都纷纷赞叹说道 王富贵还真是命好啊 有这么一个懂事的弟弟谦让着自己 王富贵成心之后 王万诚心里也是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就算自己到了地下 也跟吴氏有个交代了 春花不仅长得漂亮 还非常贤惠 在家孝敬公婆 在外和邻里相处融洽 把王富贵照顾得好好的 王万诚对这个儿媳妇是非常满意的 因为王富贵的脑子不太好使 王万诚就没有让他管家中钱财 一是这府中啥也不缺 二是就算给了他钱 他也不会用 不过最近王小宝发现春花有些奇怪 前几天的时候春花来找自己借过十两银子 今天又来找自己借钱 在王府里吃穿不愁 春花怎么会一直找自己借钱呢 小宝就不解地问道 大嫂 不是我不借给你银子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用钱干啥呢 春花脸色一红就说道 小叔 你也知道 我家里父母都有病 郎中说的用药物养着 可我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你也知道你大哥的情况 他用钱也没有什么用处 虽说吃穿不愁 但家里没有几个银子 所以特来向小叔 你借些银子 给我父母治病的 小宝听了之后 感觉春花说的有道理 毕竟自己当初 就是在药铺的一个胡同里就下的春花 当时他手里还拿着不少的药物 被几个小混混调戏 自己看不过去 才把他给就下的 当时春花对自己非常感激 诉说了说自己的不幸遭遇 他父母都患有疾病 根本不能下床走动 家里全靠春花一个人支撑 自己为了给父母治病 不得已借了别人的钱财 如今还不上遭到了几个债主的调戏 幸好遇到了王小宝 说着说着还哭得梨花带雨的 王小宝见春花虽然是个乡下女子 但是模样十分俊俏 又得知她是一个有如此孝心的女子 越看越喜欢 就想帮她一把 把她带到府里想让她做个伺候的丫鬟 谁知道让自己的大哥看上了 现在还成了自己的大嫂了 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 才找自己借的银子 小宝心里觉得春花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子 痛快地就把银子给了春花 还说道 大嫂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这些银子你拿着去用就行了 不够的话再来找我要 春花接过银子 谢了王小宝之后就匆匆地走了 不过从这之后 春花就隔上一段时间找王小宝借上一些银子 这天春花又来找王小宝 难为情地说道 小叔你能不能先借我五十两银子 王小宝一听 心里就疑惑开了 之前春花都是找自己借十两银子 现在突然找自己借五十两 难道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然后就问道 大嫂 你这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春花就支支吾吾地说道 小叔你就不用问这么多了 我确实有事 你再借着最后一次 我以后就不再找你借钱了 小宝一看自己再多问也不好 反正五十两就是个小钱就拿给春花了 等春花走后 小宝的心里越想越不对劲 春花每次都来找自己借钱 这算下来也得有几百两了 他拿这些钱真都是给他父母看病吗 想到这里 王小宝就决定跟着春花 看看他到底在干些什么 王小宝头偷偷地跟在春花的后面 见他进了药铺卖了药 没一会的功夫就拿着一些药出来 小宝心里难道是自己错怪春花了 他真是拿钱给他父母治病的 还是跟着回家去看看吧 然后又悄悄地跟在了春花后面 等跟着春花到了家里 王小宝心想自己也没有拿什么礼品 这样贸然太不像话了 既然春花并没有欺骗自己 自己在这里也没有意义了 万一让春花碰到就不好了 想到这里 王小宝转身就想走 不过这个时候 他突然发现 一个男子急匆匆地跑进了春花的家里 看那男子的模样还是有些面熟啊 思索一会之后 王小宝就想了起来 那个男子就是之前在药铺胡同里 调戏春花的流氓 自己已经替春花把钱都还了 那男子还来找春花干啥 难道是想干什么坏事 想到这里 王小宝就站不住了 就悄悄地溜进春花家里 然后躲到窗外偷听 只听里面春花愤怒地说道 马六你不要一次一次地太过分了 然后那个被叫做马六的男子就说道 哼 我过分 我怎么过分了 你现在翅膀硬了 嫁到王府成了阔太太了 你也不想想 你嫁的那是什么人 那就是一个大傻子 你不要忘了你是怎么嫁到王府的 还不是老子一手策划的 哼 告诉你下个月再给我拿五十两 不然的话 我就把事全告诉王家 王小宝在外面听得都愣住了 春花嫁给自己的大哥竟然是策划好的 难道他是个骗子 这个时候就听到里面有人向外走的动静 王小宝赶忙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 等到了傍晚回到家里 王小宝决定找春花问个明白 然后就让小丫鬟把春花给叫了过来 春花见到王小宝就问道 小叔叫我有什么事呢 王小宝就问道 大嫂 那个马六是什么人 春花听到王小宝说出马六的名字的时候 顿时脸色一白 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 王小宝又问道 春花你嫁给我哥到底是什么目的 你赶快从时招来 不然的话 我就把你送到官府里去 春花听了急忙说道 小叔不要啊 你不能报官呢 不然我父母就没人照看了呀 王小宝听后就说道 不报官也行 你得告诉我实情 春花一看也瞒不住了 就把事情的经过说出来 原来这个马六不是别人 是春花的一个远房表哥 春花家里本来还有一个大哥呢 因为家里贫困娶不上媳妇 就跟着马六去外面干活了 谁知道没到半年的时间就出了意外了 春花大哥在干活的时候意外身亡了 他父母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气的都是一病不起了 这家里的重担就全落到春花的身上了 后来主家赔偿的钱也花完了 可父母的病情一直得不到好转 这个时候马六主动来了 说都怪自己才害了春花的大哥 自己愿意出钱给春花的父母治病 果然 马六拿了不少的钱帮春花的父母看病 春花对马六也十分感激 不过后来 马六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 让春花彻底看清了马六的嘴脸 原来这个马六见春花长得漂亮 想娶春花当老婆 春花根本不喜欢马六 怎么会答应他呢 马六见春花不答应他的要求 就让春花还给他父母看病花的钱财 可春花怎么能还得上啊 这个无耻的马六就给春花出了一个主意 就是让他嫁入豪门 然后再弄钱还给自己 随后马六就描上了王小宝了 因为他见王小宝经常出入一些风月场所 所以认定王小宝是个好色之人 就出了一个调戏春花 让王小宝英雄就美的计划 春花本来是不愿意答应的 可是一想到自己病重的父母 没钱抓要治病的话 就同意了马六的办法 让春花没想到的是 自己虽然是进了王府了 却让王小宝的傻大哥王富贵给看上了 还成了他的媳妇 更让春花没有想到的是 王富贵虽然是王府的大公子 可兜里没有钱 春花无奈只好找王小宝来借钱了 前几次借钱都是还给马六的 马六见春花拿钱这么容易 就说自己借的钱有利息 虽然本金是还上了 但利息没有还上 继续让春花拿钱给自己 不然就把他到王府骗婚的事给揭发出来 春花害怕马六揭发自己 只好答应了他的无耻要求 王小宝听春花说完 怒道 这个马六真是无耻 主意竟然都打到我头上了 我去封月场所 并不是因为我好色 而是跟别的客商谈生意 好了大嫂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处理吧 也怪我考虑不周 没有把你父母给接来请郎中诊治 我这就安排下人把两位老人给接到府上 请城里最好的郎中诊治 春花听了之后 一下再就给王小宝跪下了 王小宝见状赶忙一把把他给扶起来了 到了第二天 春花的父母就被接到王府了 王小宝给他们请了城里最好的郎中 而且还王小宝还怀疑春花大哥的死跟马六有关系 就把他给告了 现老爷一看王家二公子来告状 也不敢怠慢 就派捕快详细调查了春花大哥的死因 结果这一查还真的查到了马六的身上了 原来这个马六早就迷恋春花的美貌 之前就让媒婆去给他说亲 可春花父母以春花大哥还没有成家为由拒绝了他 马六心想就你家这穷酸样 有谁家的姑娘肯嫁过来呀 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娶到春花呀 所以他就以出门赚钱为由 带着春花大哥去了外地一个大的药铺里干活 在一次他们两个上山采药的时候 马六一狠心就把春花大哥给踹下山崖了 回去还找药铺的老板要了一笔赔偿金 然后自己再假意给春花一部分的赔偿金 剩下都进了马六的口袋了 然后又假装好人照顾春花父母 就是想让春花嫁给自己 谁知道春花并不喜欢自己 马六为了把花的钱要回来才给春花出的这么一个主意 马六因故意杀人被献老爷关入大牢厅后发落了 春花的父母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心里多少也有些安慰 在郎中的调理下 慢慢身体也恢复了健康 春花非常感激王小宝做的这一切 王小宝却说道 大嫂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大哥 你别看外人都叫他傻子 但我知道我大哥他一点也不傻 我八岁的时候不小心掉入了水里 如果不是我大哥就我 也不会有我的今天了 虽然我们不是一个母亲生的 但在我心里他就是我的亲大哥 以后还得请大嫂照顾好我大哥呢 春花通过段时间和王富贵的接触 也知道他虽然表面上看着有些呆 话也不多 但确实是一个心善之人 春花说道 小叔放心 富贵是我相公 我肯定会照顾好他的 从此之后 春花和富贵就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